这个女人站在洗漱台前美美地整理仪表 然而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之时 镜子后的柜门却打开了一条裂缝 好奇的女人转身看向镜子 疑惑地她用手拉了拉柜门 发现柜门竟纹丝不动 面对如此诡异的柜门 更加激起了女人的好奇心 只见她伸手从胸前掏出指甲刀 插进锁心里用力地扭转 然而下一秒 在打开柜门的同时 女人不小心弄伤了手指 她赶紧跑到一边 拉起位生纸包扎伤口 然而诡异的是 就在女人处理伤口时 柜门竟再次自动关上 发出的响声瞬间吸引了女人的注意 不甘心的女人再次否过去 一把甩掉处理伤口的纸巾 然后双手死死地抓住柜门 用尽全力去拉着柜门 但是镜子后面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踢倒 越是打不开 女人越是好奇 最后在手脚平用地努力下注意 然而眼前的景象让她彻底惊叹 里面镜躲藏着可怕的怪物 女人赶紧将柜门关上 里面的怪物在不停地挣扎 想要冲破柜门出来 害怕的女人只能用身体撕撕 然而没过多久疯狂挣扎的怪物静停了下来 惊慌的女人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出口 开始呼救 但是并没有人响应她的求助 女人明白想要离开这里 只能靠自己 紧接着女人缓缓松开抵住柜门的手指 然后捏手捏脚地走向卫生间出口 身后不断地传出怪物的嘀吼声 害怕的女人三步一回头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每走一步都害怕惊动里面的怪物 就在她离出口越来越近时突然 女人顿时大胆不妙缓缓转头往后看去 只见柜门支的一声打开 女人赶紧逃跑 然而下一步 无数可怕的触角伸了出来 紧紧地将女人缠住 女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近在咫尺的门把手 女人用尽全身力气抵抗怪物的拉扯 无奈怪物力气实在太大了 女人的所有抵抗都是徒劳 很快就被怪物拉到柜门 随着咔嚓一声巨响 怪物淡定关上灯等待下一个 我会让你帮我看着你